郭董参选卖台 中国做的买单 卖台商人郭台铭 本事爱及五星旗 备战守护共同体 想要投降游过去 为什么我们会就是决定要去这个金门啊 然后去郭台铭的这个演讲的现场 去跟他做抗议 最主要就是因为 郭台铭一直以来都在配合中国演戏 但又一直用话术在骗台湾人 所以呢我们认为应该要去揭发这个事实 他要砸下六亿来成立这个金门促进和平的基金会 那里面的工作项目 其实都是一些中国统战的途径 包含文化 包含媒体 包含学术交流等等的 都跟中国如出一策 他就是在协助中国 把这个统战的示范去移到金门 否则有这么刚好的事情 中国想要在金门成立这个和平示范区 统战示范区 而郭台铭刚好要把和平的基金会成立在金门 有这么刚好的事情吗 昨天在现场一直对我就是有叫嚣的这个男性 我们后来查出他的身份是一个退降 然后这个蓝天行动联盟 他一直以来都以这个东西来去做统促 郭台铭的动员 如果有这些人在里面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讲清楚 到底习近平有没有透过郭台铭来介入台湾的选举 这个是今天郭台铭 还有陈玉珍都必须要突然回答的问题 不管是中国国民党侯友宜 在823炮战这一天提出来的这个金门政策 所谓两岸经贸示范区 一直到郭台铭提出的这个和平的计划 然后还有柯文哲提出来的金门说 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示范区等等的 其实都是用这个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来包装 跟习近平这边去统一的这个做法 823这一天其实是台湾人 帮助中国国民党去抗共 保留蒋家政权的一个牺牲的纪念日 里面甚至是有日本的军队 来去协助这个蒋中正来去抵抗中共 希望中国国民党跟这个郭台铭相关的人士 可以出来讲清楚 到底配话去看到的这个 到底是不是习近平派来跟这个亲中势力 一起来操弄台湾选举的一个势力 郭台铭在前些日子大力的倡议 金门和平宣言 那么在这两天呢 更积极的在金门筹办 这个金门和平倡议基金会 那么郭台铭呢 他最终是希望能够与习近平签署和平协议 如果一旦签署的话呢 则是将全世界宣告 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呢是内政问题 不管说这个是所谓的内政上面的一个协议 乌友好条约 当乌克兰受到外敌侵略的时候 根据条约的精神 中国必须要出兵协助抵抗 但是有吗 这个东西完全变成历史文献 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不可信的国家 根本没有必要与虎谋屁